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看新闻学中文 每天几分钟让你的中文更进一步 下面我们一起听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 昨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多地气温创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 那本轮寒潮天气持续时间长 影响范围广 不过寒冷的天气依然挡不住人们的热情 冬季美景吸引了许多的游客 这一则新闻讲的是寒冷天气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但冬季的美景却依然吸引了很多游客 我们今天会重点讲解新闻里提到的三个词 寒潮 创新低 人头传动 第一个词 寒潮 寒是寒冷的意思 潮是指潮水 所以寒潮是指冬半年来自地极或寒带的寒冷空气 像潮水一样大规模清晰活动 通常寒潮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比如气温急剧下降 或者有大风和雨雪天气 另外一条新闻说 寒潮来袭 全球多国遭遇寒潮清晰 创新低 它是指创出一段时期内的最低记录 和它相对应的说法是创新高 这个词本来是一个股市术语 意思是大盘创出一段时期指数最高点位 不过现在它们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比如气温 价格 汇率 失业率等等各种数据 例如一条新闻说 欧元区失业率创新低 另一条新闻说 2018年北美票房收入创新高 第三个词 人头传动 它用来形容人很多 拥挤着移动 一般用于形容某些地方人口密度较大 类似的词是人山人海 但人头传动的程度比人山人海稍微低一点 例如一条新闻说 五一假期 河南云台山景区人头传动 景点排队需四十分钟 好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学的三个词 寒潮 寒潮来袭 冬季美景 吸引游客 创新低 欧元区失业率创新低 人头传动 五一假期 景区人头传动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见 给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